九龍城龍壁賣得很好 60間賣了40間 證明減價是有效的 龍壁前身就是洞四層高的舊堂樓 當年田生站斷用了3億收購了全洞 但到了2013年 因為地段地契只鑽名為One House 只允許建一棟樓 如果要建新層住宅 發展商需要補地契 之後收購公司和政府打管線 最初是中心發育擺帳 地盤旗後輾轉由田生轉售給碧桂園 當時的成交作價是6.1億元 碧桂園在2020年以5.23億元 完成保地價 當時最高可見樓面8萬2千呎 相當於每尺的保地價是6,376元 計算地皮的轉讓價 整個地皮的成本將近13,800元 然後計算建築成本4,000至5,000元 代表農碧現時賣出的價是虧本價 整個項目由2020年8月開始凍工 到去年入貨 到2022年5月推出首批50個單位 扣除最高折扣平均的赤價是24,525元 當時對比同區的二手價為高 整個銷售不是賣得很快 但都陸續有成交 直至樓價轉勢開始下行 發展商基本上沒有出貨 去到近期才促銷打折賣樓 平均赤價由最高位跌到現時的17,500元左右 60間促銷單位賣了40間 兩房最好賣 其次是一貨 成績相當好 發展商連夜加推第四號價單 總共是17家 至10尺價最低是16,633元 平均尺價大約18,500元左右 因為現時留下的貨尾單位都比較高 所以踢價較上一批高是正常的 香港樓市直到現在 整個氛圍都有點不同 只要發展商限減 基本上是去到貨 英國元年發展商會不會愈開愈便宜呢 今天的分享就到這裡 我是路易斯堅 我們下期見 是否有成績 我下期見 是否有個低階 我下期見 是否有所貨尾零 你平均尾零